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跟我說 為什麼我這樣不接 我爸媽的電話你就接 我說因為我以為是有直視 他說你跟我爸媽有一腿 對不對 真的 真的看起來很厲害 對面三位 誰會是你覺得 可以託付終身的男人 我一定要在這三位裡面這樣 我覺得喜歡那個生活方式 還有他整個很猥瑣的樣子 可能是 猥瑣 猥瑣 我因為真的很喜歡梁嫂 所以我會選小猩哥 你看看他媽媽 你不是看他媽媽 你不是看他媽媽 因為結婚室人家 行這個床 結婚都只幫他媽媽 對啊 他媽媽會幫忙 今天的男性代表友 到現在還未婚的梁賀群 以及年輕時就想結婚的 張克帆 還有談過十次戀愛的 史丹麗 而今天的姐妹超友 只談過一次戀愛 就結婚的徐薇 不想結婚的蔡灿德 和覺得結婚很累人的 母西妍 而今天邀請到年齡 二十五到四十歲的 女性代表團們 對這件事情 又會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我們的姐妹滔心話 那麼在上一次呢 我們曾經做過一集的主題 就是說 為什麼這些女人 男人不會娶 那今天我們就要反過來 把男人放在菜板上 然後我們呢 好好的我們來給他剖開來 細細的分析一下 今天的第一尾鮮魚呢是 小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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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 你應該是會想結婚的吧 對 OK 好 這個我們相信他 第二位呢 我不知道他來幹什麼 歡迎 你叫克帆 你叫克帆 因為 你是鮮魚的話 那我應該是 對不起 你是不是鮮魚 鮮魚 我應該是 這什麼時候 克帆會想結婚嗎 會啊 當然很想結婚啊 什麼時候開始 哨説通告開始 是不是 你穿上説的話 你會有通告的時候 說這個 好不好 我也想要是不是 真的有想結婚啊 幾歲開始 昨天吧 從小 合作的時候 從小 那我在16歲 交第一個女朋友的時候 就會想結婚 我 就聽一下 形象好好 真的 真的 他如果16歲的時候 你跟那一個人結婚以後 那個女孩子 現在就不會結那麼多次了 對 你這樣就 到底是哪一個 最終不是影射啊 是 我們今天有請到這個 不同年齡層 不同類型的這些帥哥型男 第三位是 史丹利 你來幹什麼 我要結婚啊 你之前要告訴我 你是不婚的 沒有沒有 我改變了 真的 什麼時候 身體健康檢查以後 體力不好啊 有一天發生體力不好的時候 真的假的 沒有 我真的這一陣子 有開始想要結婚的 好像是上一任 給你的打擊 對 對 真的 跟上一任分手 你就突然想結婚 因為分手之後 我真的覺得有點不開心了 對 以前分手的時候就很開心 就是玩得啊 就是很久了 可是我突然就會覺得 好像這一次分手之後 我突然覺得 應該是真的要定下來啦 對啊 真的 可是是想要的那個新娘畫面 是前一任嗎 有一點的 那這一任怎麼辦 你有叫錯名字嗎 這一任 現在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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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現在沒有 所以就是因為失去 才懂得說 對 真的 其實穩定也沒什麼不好 是不是 是 這三枚呢 這個已經放到菜板上了 那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這三位大廚囉 好 歡迎我們的徐薇老師 謝謝 同學好 大家好 徐薇老師 我覺得你是戲劇般的人生 真的 你是第一次戀愛嘛 對 就結婚了 剛剛那個克帆呢 在化妝進來說 欸 老師 你上通告不要亂尾稿喔 怎麼會一段戀情就結婚 我說我沒有亂尾稿 原來他說他都是亂尾稿的 我亂尾稿上了 你會跟我講什麼 我跟你講 不是 我看英文一來 就看到他給我run down嘛 我就看到徐薇老師那一段啊 怎麼可能 這是什麼年代 他的年代就是 是 其實他保養得一直很好 美摸你啊 對不對 我們那個年代 這樣也不會太奇怪吧 可是我覺得 你這樣是幸運的 我是運氣好啦 我也覺得藍與黑是這樣講的 老公很愛 是是是 接下來歡迎不婚主義的蔡燦德 大家好 大家好 那現在還是不婚 我覺得從來沒有想過結婚啦 你有參加過人家的婚禮嗎 有啊有 超好哭的不是嗎 很好哭也很感動很感人 但是我哭完之後我就完全清醒了 就保護看一部電影一樣就走了 對 然後我真的有想到說 我今天是那個新娘 然後站在那個上面 受大家祝福 我從來沒有想過 很奇怪 那你比較想站在哪個位置呢 葬母娘的位置 半娘之類的 伴娘或是招待或收錢的 就好 收錢 老闆娘本性 對 對 因為招待老闆娘個性 好 接下來這位不曉得她想不想婚 歡迎穆熙 就是走了很多年後面 你到底想不想婚 我也是跟就是看著一樣 我比較偏向於說 我會稍微好一點 我會想像說 如果站在那個台上 然後馬上就覺得好累喔 我理想中的婚禮就是 大家去簽一簽字 然後海產一百 海產一百塊 朝那邊大家打完手工 這麼輕易 這樣就好 也不要禮金 然後也不要幹嘛都不要 你爸爸會答應我才不是 對啊 你爸自己的想法啦 身邊的人都在說我在做夢 好 不過請前面三位選一下 假設徐薇老師我們現在也未婚 或者是你用一個姊妹淘的心情 幫你的好姊妹挑老公 對面三位 誰會是你覺得可以托付終身的男人 徐薇老師我會選錯 所以你好勉強的選 如果硬要在這三位 因為我對他們認識都不深啦 就看表象來說的話呢 我會比較喜歡小梁哥 謝謝 對 比較我的菜 為什麼 他就跟我姓姓比較像那一心 新兵有禮 對 就感覺是比較斯文的 對 然後家教好的 不是說 給我打一招 OK 我們 我們 這兩次 好人 他臉色就看起來氣很虛的樣子 不要問 他臉色都很弱 我是去 剛好不休賽的 我跟春敗羊 那怎麼會有 燒酒精 燒酒精是不是 好 那你選的是小梁哥 那阿德 如果是你好姐妹好了 就算你不想解釋 如果是要刪去罰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史丹麗的生活方式 還有他整個很猥瑣的樣子 可能是 猥瑣 猥瑣 你原諒 從哪裡看到 你真的要原諒他長了一副藥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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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沒辦法跟他相談就太久 那我跟柯凡哥真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倆真的很沒有話可以講 沒有 我們常常在那個錄影空檔碰到的時候 就是聊個兩三去就會開始沉默 然後就會烏鴉這樣 所以你選的也是小梁哥 他 對 而且梁爸爸其實也算是一個很正人君子 所以他應該會保護我們吧 對啊 戲出名門 至少這個是品質保證 對 那慕希妍你也選 因為我跟史丹麗不熟 然後跟柯凡哥我工作過 我覺得柯凡哥很幽默講話很好笑 但是我覺得因為結婚這件事情 是兩個家庭的 也要結合 不是說就是你跟他 所以我 我因為真的很喜歡梁島 所以我跟他講梁島 我比較負責 你不要跟他講梁島 我跟他講梁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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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趙聖琪也搞這一套 你也搞這一套 你也搞這一套 同姐剛剛史丹麗氣到我已經亂罵了 對 後報告加分 還好我亂聯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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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可是人家的氣質是少了是不是 我自己想 從來把柯凡手上的武器先拿下來 我很擔心會追過來 你說那個牌子是不是 不至於 不至於 小梁哥 你當選的心得 謝謝 我今天才知道 原來今天是我的專訪 也是謝謝 對面三位的這個 偷愛跟錯愛 我覺得製作人對你非常好 選來的對照組 實在落差有一些 我們看一下條件 沒有 因為我們不能這個 好不好 只平常的形象 我們看他三位 柯凡是屬於 29到49歲 49你可以喔 沒有 49你才不會吃得下去 等一下 他會這樣想淘汰 他教過49歲的 怎麼可能 49歲 可是我現在不知道故事啊 對49歲到底有沒有概念啊 對啊 還有譬如說什麼秀慧姐啊 彈花姐啊 單元巨 對 我也不小耶 你要這樣講 我這個條件其實是我 不要找太小的 哦 不要像黃書俊 或許傑輝那些人 你知道嗎 老婆找太小 那個長輩有跟我講過一句話 你娶年紀太小的 將來你在扶牆壁的時候 搞不好老婆就翻牆啊 哦 有一點生理 生理上的這個 對照對不對 對 但是你看小良哥就不喜歡 比你大的為什麼 就是平常跟那個 剛剛講才華姐 秀慧姐其實他們的感情都還滿好的嘛 所以說這些那種 媽媽或是姐姐的愛 我已經很足夠了 哦 等一下你要講一個隱藏版原因 是不是怕照不住還是 怕他們太老 年紀比我大 對 其實不會 可是因為我現在發現一個事情 就是說 就是我去喝同學的喜酒的時候發現了 就是說可能我們同年齡的 同年齡的同學 那可能女孩子看起來可能會比 男生稍微大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樣對 可能對那個女孩子來講是一個壓力 是是是 這個考量還不錯 史丹妮只要25歲以上 但不能大太多 所以也是到49嗎 是 太太多了 我現在大個4、35也太多了 所以你的太多是10歲 沒有 我大概大個2、3、4 我還可以接受 2、3歲 可是現在真的很多美魔女 如果她真的大你8歲 可是沒有給你看過身份證 你也看不出來呢 但是 但是 我遲早會知道啊 遲早 我遲早會知道啊 那時候她已經得手了 不是 怎麼可能 怎麼結婚不知道她幾歲啦 身份證什麼 我應該是都會知道啊 很難講 而且就是 而且我想要有小孩啦 就是都年紀太大的話 可能對 對 要考慮一下 然後呢 三圍呢你看 兩位都很盛世的打叉 之後張克帆說 不能小一逼 這叫很深 我們真的不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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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亂美通告 對 你每次被拍到 都是差不多穿過低照杯 沒有 不定喔 上一個沒有喔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種 就是隨緣啊 因為你 比如說你的視覺看起來 也許它很雄味 是 但是就是 那是椰子對不對 撥完殼子這樣要水 對 對 所以那這怎麼辦 就隨緣 還是會繼續交往嗎 會啊 還是會啊 不會啦 老師姐 那你就認啊 對 你就認喔 真的啊 真的喔 我也聽過一個製作人講過一個故事 可是跟真的沒有關係 是跟那個年紀有關係 那製作人好像六十五年次的 然後呢 他就是交往了一個對象 那那個對象呢 看起來就是 那種可愛型的 所以呢 交往了一兩年之後 才才發現說 啊 那個妳的原來是六十三年次的 年紀比她大 大兩歲而已啊 對 可是那沒辦法 就像剛剛曹雪姐講 她已經得手了 是 我說那個女生已經得手了 所以妳也沒辦法 所以其實證明那其實不是什麼大問題 對 相愛相好的話對不對 長相 你看 他們兩個又打差了 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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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寫隨緣嘛 一個是寫 然後妳跟他講什麼 看得順眼 對 你乾乾淨淨即可 大家覺得在獎項這一欄 三位都說謊嗎 請舉牌 太說謊 來 這時候妳們好分解喔 她是會同學 因為尾聲 她喜歡女孩子的心 我知道啊 她喜歡高的女生是真的 然後身材好 身材好 就是 就是S型的女生 而且在海邊可以穿別衣妳的 而且絕對我 不只是長得乾乾淨 她喜歡比較艷麗型的 對 你喜歡艷麗型的 她很艷麗型 我喜歡酒店的咧 她們都是那種 就是比較 很搶眼的女生 對不對 她小陽哥的心大家都知道啊 小陽哥的心 你怎麼在我都這樣 你怎麼在我都這樣 對啊 小陽哥 對啊 你那個簡直是 天生油霧 你喜歡的都是 天生油霧的身材 對啊 沒有那都是緣分啊 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 你的緣分就比別人那個 來得幸運對不對 對啊 基本上長相乾淨的人 她的那個 她就會心地善良 很奇怪 長相乾淨 不乾淨有什麼不善良嗎 不乾淨是什麼樣子 我難得發表一下內心 太肯定了 不是 因為有點模糊 請你再解釋一下 我通常交往的女生 就是都會有點脾氣 那我以前在交往的時候 並沒有從小地方觀察到 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心地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我終於發現 對服務生態度差的人 基本上 都不是什麼好看 就這個很重要 這點很重要 還有說 對你們家打掃阿姨的人 對這個就 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我以前不會看這些小地方 內衣的顏色重要嗎 內衣的顏色重要嗎 不要整套嗎 那一其實我覺得都OK 不要是香檳色就可以了 那性生活不用和諧嗎 性生活 我是屬於那種不和諧 我就把他弄和諧了 其實我會裝作我很和諧 那請問一下 你看到的誰是屬於乾淨又善良 乾淨又善良 還想那麼久啊 其實好好地選一下 這裡面 唯一感覺不乾淨不善良的 只有婷婷吧 蛤 他哪裡不乾淨不善良的 我天生比較怕麻花錢的女兒 我跟妳講喔 因為之前也是這樣做 然後這邊男生就在挑對面的女生 說妳為什麼嫁不出去什麼什麼 現在我們反過來 好不好 女生聊一聊這三位 到現在遲遲未婚的原因 我覺得女孩子 不管是真是假 最怕就是花心的男人 我覺得長得帥 友情那都是其次 只要一花心都不是你的 那賀凡在這邊看起來 感覺啦 是最花心嗎 感覺起來 許惠老師可能就會論掉你們贊同嗎 一直覺得 客房是最花心的 我們真的好團結喔 對 感覺好可愛喔 對 阿德也覺得客房最花心 我是很怕太花言巧語的男生 那你會覺得他跟每個女生都很能聊 對 你會覺得好像跟我講什麼話 不知道真的假的 很難分 搞不好最花的是小良哥 但是呢 我們現在說一眼這樣快沒有射出來 對 就好像乖乖排的樣子 對 比較容易打動女孩子 那在現場的你們三位男生有 我不要跟他一樣的姿勢 想讓你們自己用手指投票 你們自認為這三個男生裡面誰最花心 一 二 三 梁赫群女友超誇張 服侍他像服侍皇帝 遇過一個 在我家就是在地上擦過地板的 但我沒有要求 曾經有幫我 然後他有幫我去過腳趾 還是他是美容師 還是他是大體美容師 小偉你們自己用手指投票 你們自認為這三個男生裡面 誰最花心 一 二 三 我怎麼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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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看起來就是一副 勝水不足的樣子 你不覺得嗎 我只能說前面兩個實在是 江湖經驗太豐富了 真的 欺負欺人 但史丹妮但事實上你 他應該不算花心 只是說交有次數頻繁 應該沒有 我不會到花心 就是同時交很多個 但是就是 我應該說女朋友都銜接的還蠻好的 對 但他對一個就是一個 對一個就是一個 對 那像克帆是如何一對多呢 一對多 像那種配電是要怎麼配呢 我是圈內少數會約 約這個已婚女藝人出來的人 更危險 你連以婚人都笑笑 對啊 這不可能成績的事情 不是不是 不是 我只是怕寂寞而已 對 不是只做嘛 怕寂寞嘛 那我不會只約 單身的女藝人單獨出去 假設我約單身的就是女藝人 我也會旁邊揪一個她朋友 我不太善於搞那種就是 兩個人就直接出去看 喔不OK 不OK我以後也不會常找你 所以我都是常常這個 這個找很多女生自己出來 這樣感覺上就好像 哇人面很廣 然後 這只是說明你的戰術很骯髒而已 對 其實我呢 混淆視聽 就是 比如說我想約蔡探德 我一定會約一個 許惠老師跟沐西妍 對 我不太直接約蔡探德 捏沐帶 可是這 我們女生看起來就覺得說 她旁邊 音音樂樂樂 對 所以會誤解真實的你 女孩子最怕旁邊女孩子 很多的男人 對 因為她如果她 約阿德出去的話 如果阿德對她沒興趣的話 她可能轉許惠老師 對 她會轉目視 對 對 對不對 而且女生在一起 會有競爭的心態 對 就是說 她怎麼就跟她喝不跟我喝 那我也要跟她 還喝兩下 他們會這樣 沒有沒有 我真的要做節目的經驗 可是以前 跟那些大嫂團相處的經驗 其實是這樣 我跟你講 小楠哥就是 三位比較好的朋友 沒有 至少她的表達 會讓女生覺得 比較舒服一點 對不對 當然男生心裡 在盤算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也是生物本能 所以今天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這個姐妹套網站上的統計 第五名 大家不敢嫁的男人 就是內外都邋遢 外表家裡亂糟糟 阿德有交往過這樣的嗎 有 因為我自己本人很喜歡 像藝術氣息非常濃厚的男生 都是長頭髮 然後T恤 扣扣扣扣扣扣 那一種藝術家 那我有一個男生朋友是 就在曖昧期的時候 他就長那樣嘛 然後我就想說 但是我不喜歡髒的 他只是要假髒 看起來很頹廢 但是他必須是乾淨的 就是說留長髮有鬍子 但至少有頭髮有點香味 是造型過的 造型過的同事 要有鬍渣不能有菜渣 對 然後就有一天 大家就去他家玩 他竟然還自己主動邀請大家去 我不知道他拿來的膽子 因為他一打開門 我真不騙你 所有的地板上 真的都是衣服 滿滿的 然後他就自己這樣推推推 推開來 坐坐坐坐 然後他床上都是CD DVD跟書 就排滿這樣子 然後他養了一隻狗 這才有更可怕的事 然後狗還就趴在那些書上面 我想說怎麼會有人家亂成這樣 還真的是藝術家的家耶 然後結果後來 他就說他要搬家了 所以他不會 這是一個臨時的地方 我就相信了 然後就繼續的跟他 一起過著藝術家的曖昧 結果他真的也就搬家了喔 然後真的新的家具來 新的地方來 結果果然也是一模一樣 完完全全一模一樣 而且他點煙煙 沒有煙煙缸的 是在書上耶 然後他就說 你不覺得用煙煙缸很涼嗎 你覺得他 他在這盤片上沒有衛生紙 可是他自己把自己搭理得很乾淨 就是都會有髮箱 然後衣服都是乾淨的 這是出淤泥而不染 是這麼髒的環境 很可怕耶 那你講的應該是史丹麗的家吧 沒有 我也是藝術家 他是個裝置藝術 你現在房間也超亂的 我房間也很亂 對啊 就是我是不太整理房間的人 對啊 我房間亂到就是 我的紗窗 我旁邊的紗窗是 已經看不到外面了 好可怕喔 這是你的什麼啊 這紗窗就這個啊 你看那個灰塵是我剛剝掉有沒有 我把他剝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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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灰塵剝掉之後 然後出來拍這個樣子 看不到外面 對啊 就是我某一天就是 心血來潮想要把他拿去洗的時候 發現了 對 不然真的看不到 你家是只有拍紗窗嗎 然後這是我堆衣服的地方 那一整藍都是我 都是我 我沒有剝在地上 因為我還是要走路 對啊 就是那是有整藍的衣服 要走在那補 他還沒洗過的衣服 只有這兩個角落能拍的對不對 對 這看起來是比較好的地方的 好可怕 再怎麼嫁給你啊 好可怕喔 就不想說女生來我家的話 就第一次來我家的話 我都會先把家裡整理好之後 但就只有等你那一次 這點你們會要求老婆 一定要會打掃嗎 這應該是大家的願望 可是我覺得現在 能遇到這樣的緣分 實在是越來越少了 是 對 所以也不強求 沒有當然是希望 可是我只有遇過一個 就是他真的會就是看不過去 比如說我在這邊吃的時候 他旁邊已經在收了 然後他真的是有在我家 就是在地上擦過地板的 當然我沒有要求 他是覺得說家裡怎麼會這樣 可是因為我媽媽 已經是一個很有潔癖的人 然後他不時的會上來看一下 那可是呢 他就是還是覺得很髒 然後他真的是說 要不要找那種終點的阿姨來 我說不要不要不要 因為這樣 你如果突然弄得太乾淨的話 媽媽會覺得說 現在是在搞什麼 這樣 對 然後他曾經有幫我剪過指甲 就是他自願的 都是他自願的 是他 因為你知道 給人家剪指甲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對 因為其實你們女孩子去做什麼美甲 很習慣的 可是男孩子給人家剪指甲 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因為你會很怕 比如說他剪到或是怎麼樣 然後他有幫我去過腳趾 他把你當洋娃娃是不是 還是 我會把你當寵物吧 對啊 也不是就是他可能就是 因為是南部來的孩子 所以他可能會比較 還是他是美容師 你誤以為是女朋友 還是他是大體美容師 所以是不是他這樣子服務你之後 你就會動了想要取他的念頭 有嗎 其實有耶 真的喔 家裡弄得好好的 又把你什麼修指甲幹嘛 就這 不是 你以為 你以為他只是在家裡面弄而已嗎 他就是對外面的一些 難道是幫父親也弄嗎 沒有 我爸爸讓他弄 就是說 他還會就是 我會過年過節的時候 他會提醒你說 是不是要買點禮盒送一點 長官還是 他會幫你想這個事情 是 這也是我從來沒有遇過的人 所以我覺得其實對男女 我覺得這個是基本生活要求 就是當然也不能太過分 要不然以後怎麼共同生活 因為空間是兩個人的喔 那但是接下來這個選項呢 第四年大家覺得不能嫁就是 臨死薪水 收入只夠養活自己喔 那請問女生會將男生的薪水 列入這個結婚考慮條件嗎 貴夫 娜娜你不會 為什麼 你知道我男朋友比我年紀小啊 所以我曾經養過他十年啊 等一下 我要講一下 他現在他男朋友是一孫好不好 然後 那你自己以前的那個是不是 對 一樣就是小到十歲 同一個 同一個啊 投資了他十年 對啊 十四年了 然後他現在 那現在四年就是 就是他償還的時候 是 後來的好幾十年是他償還的時候 對耶 所以你看貴夫那天有經過 這樣子的交往實力 但是阿德是舉圈的 我希望他可以至少養得活他自己 可是你知道像李安導演 有六年沒有收入啊 我真的覺得他老婆非常非常的偉大 對啊 就是你賭那一把 你怎麼知道他會不會養一輩子 對不對 你現在在講投資嗎 你那時候我也覺得我自己在太現實 可是我真的會這樣想 就是我現在養你一年兩年 那你會讓我一輩子這樣養你嗎 你真的不知道幾個李安耶 說真的 克帆你也是 你收入多 可是你花得也快耶 對對對 花太多了 你比如說假設 假設好了 一個月有四十的收入 你會花到三十嗎 差不多啊 他四十做得很難存錢 他很大方 所以我現在有逼自己要存十萬 我逼自己啊 那小蘭哥這方面有有在算嗎 計算著 沒有 因為我是一個那個生活要求很低的人 就是因為我們眷秤子弟嘛 嗯 就是說每天吃飽就好了 然後也不會說想要有一些什麼樣 特殊的花費 好像是喔 這點我們就不能懷疑他 聽說你一個包包可以用多久 喔 那個是三年前 趙哥跟那個志賢送我的生日禮物 然後呢就是說 因為當時就是說他送我的時候很多人看到嘛 那就後來有被什麼郭才傑還是誰就笑我說 欸怎麼我還是要用那個包包這樣子 可是我每天只是提來提去 我也沒有就是在使用它 我只是把東西全部都丟進去然後就帶出來 然後那個今天一天完畢的時候就帶回去這樣子 嗯 每個需求不一樣 其實比如說當然女性的要求是說 基本的收入要有 嗯 但是還有一種叫潛力 嗯 這個東西是非常的你知道嗎 它在空氣中 我們好像也看不到 那應該怎麼判斷這個男人他未來會不會有潛力 他未來會不會是李安 貴婦當然你投資了十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哇那你是從哪裡看得出來你知道 他是個可投資然後有潛力 那貴婦去看完的時候 他是一個成績很好的小孩 嗯 然後他非常愛運動 是運動員 就是在籃球打校隊 那我現在覺得觀察他 個性是沒有變的 就是我覺得運動員有一種特質 會很投入練習 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去挑戰自己 你也是看上他身體好 是 對 但是如果他提出性生活和諧 我就會覺得很可能沒辦法配合 不要 就是體力好 是優點 但是也會覺得自己可能會配不上 那我覺得運動 喜歡運動的男人 真的會比較堅持 堅持 堅持 然後一直可能會想要贏啊 或者是服輸 這種特質都會在運動員的身上 會看見 所以比如說在你們心中 比如說喜歡喝酒的男人 就不行嗎 阿德 我不喜歡 喝酒跟愛賭博 而且賭博可能只是就是 撲克牌啊 一沒事就要撲克牌 或打麻將那一種 我想到誰了嗎 我啦 我很想到誰 等一下 真的很讓人家擔心 真的 因為男朋友常常就是出去 喝完酒之後 他會打電話給我哭 他說 老闆就喝醉 然後說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啊什麼的 他說我不知道我在哪裡 他電話就斷了 哇塞 這種很讓人擔心 他教過那個更恐怖 他說講到喝酒 我覺得男人喝酒沒有關係 但你的酒品要好 因為我覺得酒品跟人品 是絕對是有關係的 我教過那個酒品差哪 會有差到什麼程度 他每次喝醉 因為他是住在內地的 那個內地工作 他在家裡工作 那我在台灣 他不管我明天要工作 要讀研究所 要上課 他都不管 他喝醉 比如說喝到三四點 我都不管他 你就去喝了 我會睡覺了 他就會打來 不管幾點的打來 開始在那邊又哭又鬧 他是大罵 用髒話罵 問候我祖宗 上下十八代 然後問完之後 就會問我一些 很莫名其妙問題 就無法回答 我前開始都還會回答他 後來就發現 你跟一個喝醉八九瘋的人 理論是沒有意義的 他會問我問題說 你就是不愛我 你不在乎我 為什麼你不到 就是他實在 為什麼你不到內地 來到我們家工作 我現在在想 我自己家都沒有回去工作了 我去你家工作幹嘛 然後他又問說 你不關心我 我就說我很關心你 他說你不關心我 那你說不說得出 我們家今年接多少訂單 賺多少錢 我的媽呀 我家接多少訂單 我都不知道 我管你家接多少訂單 就是你知道嗎 對我這種問題 我要怎麼回答 對 然後一直到有 後來我就開始掛 我就不接了 他就一直狂擋 一個晚上打個什麼幾十通 然後一直到有 他就我就一直不打 可是還是會吵 然後我就覺得很累 後來有一次 他電話打來我就不接 然後呢 打來的是 顯示的是他爸爸的電話 我想說 那半夜他爸爸打來 其實是有事 所以我就接起來了 還是他 他就要跟我說 為什麼我這樣不接 我爸爸的電話你就接 我說因為我以為是有急事 他說你跟我爸爸有一腿 對不對 面對男友的無理指控 負希妍到底會怎麼回答 忠誠對愛情不重要 許惠竟然會這麼說 我們難道走入婚姻 就應該對男人忠誠度 認識死心嗎 他不要真的跟外面的女人 真的發生感情 我覺得 付錢那些都真的都是小事 付錢是小事 真的 真的 飛過來了 不OK啊 不OK啊 無論你是買的 一夜情都不OK啊 忠誠度被無形上綱了 忠誠度應該不是 兩性關係最重要的吧 好嗎 不 但是 竟然說忠誠度不重要 許惠的想法到底是什麼呢 他就跟我說 為什麼我這樣不接 我爸爸的電話你就接 我說因為我以為是有急事 他說你跟我爸有一腿對不對 他媽媽會有急事 我就說 我就說你你想太多你在講什麼 就是你聽聽你自己講的話 這個是人講的話嗎 他這個很用 他就說那我爸手機 為什麼有你爸 我用你的電話 我就說真的要問你爸了 我也活起來嘛 因為他爸 他爸爸跟媽媽還有他媽媽都很喜歡我 爸爸終於坦承暗戀你了 你爸有吃 我就很活起來 我就說因為你爸之前跟我吃過飯啊 後來他就開始火大 他就拿起電話來 說你等一下 他就 因為他爸爸媽媽在房間睡覺 他就去把他房間門踹開 然後他就聽到老人家就半夜起來 就是用很驚慌的聲音說 你坐下 現在是怎樣 然後他就指他媽媽喔 六十幾歲的老人家說 你老公都被人家搶走 你還在床上睡覺 你媽啊 你都遇到極品耶 他媽媽就 整個就傻眼 就說是在講什麼 結果他爸也就完全不知道 他就把電話給他爸 說你都解釋清楚 為什麼我手機 或我女朋友的電話 他爸就說是誰啊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喔 就誰誰誰 我就說我是誰 他爸爸就說 我等一下打給你 然後他爸的宝掛 然後我就這樣就很氣 我總會要聽瞎的人 過五分鐘我的電話又響了 是他姊姊打來的 他姊姊就跟我說 你不要把他全家人都吵醒 他姊姊就跟我說 這什麼情況 發生什麼事 我就已經氣到幾點 我就跟他姊姊說 你們家裡人問我 為什麼不嫁給你弟弟 你現在轉過去看一下 你弟弟在做什麼 你就知道是為什麼 不過剛剛講到經濟收入 還有第三名是說 有一種男人就是只對自己大方 對女友小氣 就是許惟老師講的對不對 這種事真的就沒辦法 許惟老師 像小梁哥剛剛說的東西 有打動我一點 就是說他的物質欲望很低 像我先生就是這樣子 我們結婚到現在啊 其實叫做男人其實不花錢 錢是他身旁的女人幫他花 他老媽 他老婆 他女兒 那我先生就是這種極品 那我覺得一開始我就看得出來 我真的覺得很好 因為他當時自己收入雖然不高 可是他很顧他自己的爸爸 媽媽家對他媽媽很好 他媽媽的生日什麼 都會記得去買什麼禮物給媽媽 我看到這些小動作 我覺得他應該對他身旁的女人 是這樣子 後來證實他對我也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像對那三個 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克凡是對朋友很好 對女朋友也很好 可是克凡你會不會就是 換你再次對朋友有一點太好 他應不應該有一個等級之分 對女友當然會比朋友更好一點啊 你不會去買包包去給你的朋友嘛 就比如說朋友生日你頂多是送一個什麼 鑰匙圈或香水或什麼 名牌名牌 不是那種好不好觀眾 你會送絲巾嘛 你會送絲巾嘛 或是什麼之類的 你有生日就是除非是 我有買過一次然後他就覺得 這個其實我不太喜歡 謝謝讓我不喜歡 後來都變成他自己去買這樣 然後你買單 對 可是你知道嗎 小梁哥完全符合徐瑞老師講的 就是他自己的生活需求很低 可是你是肯花錢的女朋友 沒有我最近也在反省這件事 就是說我每天賺的要死要活 結果都不是我自己花的 你真的我在反省那邊 所以那女朋友會怎樣 會怎樣調整 比如說看他跟他熟的程度 或者是將來有要結婚的程度 才開始對他大花錢嗎 可是因為他會覺得說 這是他的需要 然後呢他已經就是有去逛過了 看好了覺得他要的就是這個 那別的人想要買給他 他都不願意 因為只有我是他的男朋友 這話數好高喔 就是說 就是說由我來買給他這樣 所以大概多少錢你可以忍受 比如說交往一年 然後再一年一週年的紀念日 是 大概你知道現在名牌包 有的很誇張啦 對 有的也是到十幾萬 也或甚至到百萬啦對不對 你覺得大概多少是你覺得OK 不能太超過 但你先說你大概多少 我通常不太會送包包 或什麼類的東西給女生 因為我覺得這是有一點 對我來有點不實際 因為你可能被明年或者 你不會給我送一個 那個什麼充切 那個打卡的符號 沒有 就是如果女生生日 或什麼一直有什麼紀念 或什麼之類的 通常都是會帶他一起出國 然後去春包媽出旅費 對 我覺得這是對 這是對我們兩個最好的回憶 而不是只有包包 可能明年就沒有再用了 或是後年就沒有再用了 對 其實說每年都會帶女生 真的還不錯 接下來第二名喔 這個是歸音真的很重要 你要考慮就是 她有一個很厲害強勢的媽媽 OK 這個是女生一定會考慮的吧 嗯 齊安 我有碰過就是我男朋友的媽媽 她就是 因為她對她先生 因為她媽媽也是有在工作 所以她媽媽會說 如果你要嫁進來當我們家媳婦 就算你有工作 但是家裡的事情你也還是要做 就要做一下我們這樣子 因為她爸爸吃飯的時候是 走到飯桌 然後筷子拿起來開始吃 吃完筷子放下就可以走 就走了 對 但是她媽媽也是職業婦女 但是這些事情 她就全部通通都要做這樣 所以這種你也不敢嫁對不對 這種誰敢嫁 對啊 對啊 而且全家屋子三層樓 她媽媽都自己打掃 平常她有工作 就是 對 假日的時候就可以自己打掃 然後還會自己做各式各樣的點心 或是 就各式各樣的菜色這樣 確定不是外面買來的 對 沒有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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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輩真的很多是這樣相處 對 我覺得這很重要耶 我在大學的時候 大三吧 當時有一個就是 條件算很好的男生追我 但我蠻多已經在工作了 然後當然我們約會個幾次 結果她有一次跟我講說 不對 不是她講 她的朋友跟她講 然後她朋友就跟我講說 她媽媽講說 你會不會配她兒子太高 因為我168公分 那個男孩子大概170左右而已這樣 我一聽到這句話 我再也就不見這個男孩子了 為什麼 因為代表她有一個非常強勢的母親 因為這種東西是由小看大的 她就先嫌對方身高 大概我當時也是年輕氣盛 對 怎麼可以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例子 一個跡象 Terry也有碰過 也是我之前交往過一個男生 然後那時候也是因為我 從小可能就是爸媽照顧比較好 所以我也是比較不做 就是在家裡不太有機會 做到家室那樣子的女生 所以我認識男生之前 我幾乎沒有洗過碗 就是說到家裡的時候 然後她的媽媽也是講說 如果你要嫁到我們家的話 這些家是什麼 你都必須要回座 然後一小以前回事 就是每次都洗碗嘛 但沒有關係 有一次她驗課 然後就是過碗瓢 好多好多東西 她就說喔 你這些東西都要洗掉 就那一次我就真的在那邊洗碗 然後沒有手套 所以洗完以後我就哭了 因為我整個手好痛 脫皮 然後洗了大概一個小時 洗了一個小時 對 一個小時的碗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男生 可能我沒有辦法 有時候不是事件的本身耶 我覺得是你隱隱約感覺到 這個男生的媽媽在開始跟你鬥法 所以是那個感覺 會讓我們不舒服對不對 請問一下民族英雄的家裡 你知道小楊哥 媽媽對你另一半的要求 會不會有 沒有 我覺得感覺上 好像就是 就是老爸他們會很嚴格 其實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就是說 他們對我 另一半的要求 對 都沒有 因為他 我都沒有正式的跟他們講 因為我爸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正式跟他講說 比如說我就要跟他結婚了 那老爸我們可能要開始 怎麼樣的時候 他才會正式的去了解這個人 我怕怕不得我快點結婚 所以我教誰他都OK 真的 媽媽是不是很傳統的女性 有一點 因為有一年你給我一條蠟肉 對 媽媽做的 媽媽自己做的 對 我媽媽其實很傳統 但是我爸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他每次 因為我爸就是在宜蘭 比較不常跟我就在一起 然後可能看過我女朋友 只看過一兩次而已 然後每次都問我說 那你上真的女朋友 我就說分手了 然後再想 又問下一個之後 又分手了 然後問了幾次之後 我都跟他講說 都一直分手 他就說 他就很認真跟我說 他就很認真跟我說 今天有一個節目 像我們一樣 這麼大規模 十二位星座專家 看見你們的桃花 是哪一個星座呢 星座 那已婚的會出軌嗎 桃花是沒有 我記得李仁哥是摩羯 摩羯 對 今年的那個姓魅力很強 姓魅力很強 姓魅力很強 一幾次之後 我都跟他講說 都一直分手 他都說 他就很認真跟我說 我的身體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爸爸是男人 要不要跟爸爸講一下 是不是 所以這個家庭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要不然碰到 像你已經在一個家庭裡面 這個 可能不管是爸爸媽媽捧 或是怎麼樣寵 但是你要到另外一個家庭的時候 爺爺 我覺得至少是一個平等的對待 而不要是又從頭來打壓 我覺得那個是進入另外一段 苦命的那種感覺 不過其實今天的這個第一名 我有點懷疑 他說不能嫁男人 就只想當大爺 什麼都要人服侍 這個我當然贊成 但是我不想討論這件事情 我想要問一下你們 你們居然沒有人要求 要忠誠度嗎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的 不然你有辦法接受 你結婚之後 你要雇了小孩半夜起來 然後老公在外面花天酒地嗎 三位看起來誰忠誠度最高 其實梁大哥看起來 忠誠度滿高的 不過我要替克帆哥說一句話 因為我覺得 其實婚後真的是還滿無聊 特別是兩方面都很累 因為我小朋友的時候 那如果說這個老公 本身又不懂得一點生活情緒 或是會讓你覺得開心一下 我覺得有時你真的會覺得 那我幹嘛接這個婚 是 所以你的意思說 像克帆這種就是說 沒有忠誠度但有情緒 忠誠度跟情緒也很賴 沒有忠誠度有什麼 忠誠度情緒要好 忠誠度 張教徒可能是很不少 請問要不要投 這樣子的話 好嗎 是不是 所以真的這樣看起來的話 大家剛剛沐西言說 這是基本要求 對 因為我曾經很多女生朋友 就是結婚之後 然後老公就對他們 就像是沒有情緒啊 或者是又就是平常回家 去看了電視 然後什麼都不管 然後他就抱怨的時候 我老公就說 拜託我已經對你很好了 我沒有偷吃耶 然後我們又怎麼樣 不像那個誰誰誰 然後我聽他說 每次都會很生氣 因為我覺得你沒有偷吃 是應該的啊 你怎麼可以 我也沒有偷吃啊 你怎麼可以拿沒有偷吃 來當作是一個加分的東西 這個就是男女兩性的差別 我們認為是基本分 他們認為那個是 extra 另外加分 對 我覺得忠誠度 跟生活習慣來講 我覺得生活習慣 還是比較重要耶 所以你的意思說他 他家裡要很甘心 他可以在外面偷吃 就是說你忠誠度這件 你可以不要讓我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就算啦 可是生活習慣是你就看到的 你打開了浴室 他就是這麼髒 他的尿就是滴在地上 怎麼辦 你真的是抱著不想結婚的心態 你忠誠度沒有考量 沒有 我要問一下 客帆好了 客帆 你真的是 在江湖上走跳一陣子了嗎 你應該看過很多人夫 在外面偷吃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請你告訴我們這些女性 我們難道走入婚姻 就應該對男人忠誠度 真的是死心嗎 我真的覺得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網開一面 就是讓她出去 她不要真的跟外面的女性 真的發生感情 我覺得付錢那些 都真的都是小事 付錢是小事 飛過來了 不是 而且不是很準 我自己就穿過一次賽 就真的 因為我一個朋友 他就帶她 他就出來說 這我老婆 我永遠就覺得 那是他老婆 他就第二次聚會的時候 他就帶他老婆 他很奇怪 他家裡的老婆 原來第一次帶出來 那個是小三 你知道嗎 他也叫老婆 然後我就說 那上次我們那個鐵板燒 吃了怎樣的 我說 柯凡我第一次見到你 而且他兩個型又找一樣 譬如說 就是沐西蘭這一型 他就又找這一型 你知道嗎 怎麼收拾 沒有收拾啊 就是我就 對啊 然後他就 當他老婆 當時才知道 他老公有一個 另外一個女兒 可是我絕對 忠誠度被無形上綱了 忠誠度應該不是兩性關係 最重要的吧 蛤 哇塞 色彩上課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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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給我機會解釋 我想我跟我先生 互相應該很忠誠啦 但是我認為忠誠度 不是摔在身邊 我們說 一丈之內是為夫嘛 那你一丈之外的事情 其實你管不了 但是厲害的是 如果把它圈在你的一丈之內 我認為這本身 互相得是個磁鐵 然後呢 他就喜歡跟你在一起 他喜歡跟你談話 他喜歡跟你心靈交流 忠誠度的問題就不大 但如果他很忠誠 一輩子沒偷知 那你們言語乏味 你看他也相近了 你現在才有package 一整的package 就是 所以因為忠誠度不能無限上 無限一直舉手 這件事情我要承認一下 我不是說男朋友或者老公 不能出去玩 你可不可以出去玩喝酒 當然可以 但是對面的克帆哥剛剛一說 不要感情就好 所以肉體關係是OK的 不要產生感情就好 那怎麼OK 肉體關係怎麼可以OK 不OK啊 無論你是買的 一夜情都不OK啊 以我的朋友圈 這真的是很普遍 我只是告訴你們現實 真的普遍 克帆那如果有一天啊 比如說你65了 真的就是不行了 然後尿都用滴的 然後所以 你就發現你老婆 其實跟你的朋友 大概四五個都上過 然後他也說 Just for fun 怎麼辦 現在就回到我的那個 那個年紀 為什麼是這樣 我不早年紀太小 因為我覺得身體 大概是設計夠早 它是真的有關係 它連在裡面就暗藏密碼 會怕耶 對 然後如果說是 我的老婆真的是 給我戴綠帽的話 那你不要讓我知道 對啊 就是我出去找別的人 我一定不會讓你知道 不存在信不信任的問題 一定是信任 那因為你知道因為 就會走了 你知道這裡有個重點 西方有了一個名言 叫做 男人他是不會忘記 男人是不會原諒的 但是他會忘記這樣 可是女人是會原諒 但是不會忘記 對 就是我每一次男生投資都好吧 原諒你哭一哭就算了 可是一輩子會記得 然後一直拿來翻九張翻九張 那男生是不能給他知道 知道一輩子不會原諒你這樣子 對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結婚 其實我想 所有的男人應該都準備好 就是說 你玩夠了再去結婚 有不然 而且應該也都體力差不多了 才會去結婚是不是 所以其實在這個 這樣子兩軍的交戰當中 我們又發現 有越來越多不一樣 新世代的兩性觀念 這可能會讓我們自己 都過得比較輕鬆一點 對不對 克帆 沐欣妍看開一點 不會忘記 我也不會忘記 沒有 好 那沐欣妍交給你了 克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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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